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很高兴 好了,大家休息一下 路边有很多食物的地方 已经看到有豆腐人的存在 你们这边是人和笋 好玩 好看 第一次到来 漂亮 在哪儿上来 在广州 你试一下哪里 大家开始出来 不如先试一下 不用… 试一下 而且这猪肉很漂亮,煎的 猪肉也漂亮 南米肉 要蘸着这些是够的 有… 这些是什么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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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果 配料 很有趣 试一下 先试一下 好了,大家试一下 很滑溜 热气冷淡 它的豆腐里的味道很有趣 明明是很清的 但是偏偏地用了这么厚的汁醬 和它搅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清香味 依然都是有的 够胆死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做出来 表面煎到它稍微少少硬 脆口少少 稍微有咬口少少 里面滑到不得之可了 好吃最好吃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酱汁 其实真的就是辣椒 和很多的香草 蒜 各种的东西 混在一起之后 你吃起来 其实会有那种辣椒 辣椒会惹味 香口 会做出来 但是它里面那种香草的味道 有些类似于薄荷 有些清清凉凉的 味道会混在里面 就会变成辣 香口 但是偏偏又会有些清清的味道 拿回在里面 云南那边有人吃到的辣椒 和薄荷 有少这个效果 带和豆腐夹 是第一次试 好吃 你年轻要吃 多一碟 是什么 国民党时也有 解放前的 有什么特别的秘方 才能做到这么漂亮的豆腐 是老水 不是石膏 不是其他东西 拿老水蘸的豆腐 震度 我打算几个豆腐摘饱 这一碟 当然吃一碟 鸿吞 好 二十多公里 那是阳山丸城 你说的那家鸿吞面在哪里? 在旁边 很多东西吃 很多东西 这家是什么特别? 我喜欢你 这家是挺有点的 我真的明白了 两个剩鸿吞 两个鸿吞面 开了多久呢? 这家鸿吞有什么 那家饼吸引到 你吃就覺得很一般, 不是那回事 但是吃開吃完, 記憶裡面是好吃的東西 會一直影響你一輩子 這間就是程度的心碎 最初的家是找不到你嗎? 找不到, 扭軟墊, 扭軟墊 婆婆, 好吃在這裡的東西 好吃…老闆我經常來逛一逛 吃著, 拉他… 吃什麼都吃得很適合, 回頭找他 你也是吧? 是呀 既然我笑得也要買, 為了兩人 你今天不成女兒嘛, 五三, 你多精神 host, 花花花花 精神… 媽媽 一般吃過一次雲吞 她也是會介紹親戚朋友 也就是客戶客多 她們住在這裡 這間店舖, 老婆一直說 是她的湯, 好喝的, 試試一點 你根本想不到一個小店 这个汤是有海味的 是那种浓缩的,干货的味道 竟然是有这种东西 海鲜,鱼和蝦 对,但是出来的效果很好喝 试试鸿鸿鱼 这种鱼肉,那些桶我喝完 说笑而已 鸡蛋餡 很香,很明显 鱼肉味,但是我会给汤的浓香 和馅的浓香吸引 这个很有趣 没有吃过这种鸡蛋餡 最重要是保持原汁新鲜 这种鸡蛋餡 很多这种鸡蛋餡 又是说,它的制作过程 全部都有 大地鱼 你这个不同 汤底和那个 我给它更多材料 绝对是 港府做云生的方式 但是姐姐有加自己的创意 有加分汤 好吃 平静我们的山区的食材 全部都很新鲜 又没有任何添加料 就是鸭啊鸡啊鸡啊 就是这样 都不用添加什么味精 鸡啊鸡啊 什么什么豉油和鸡 你就是这样 给些葱花给些姜 一炒它都不知道多好吃 但是没有人说 没有人说 没有上过电视 我就说,杨生这么多美食 都上不到电视 是否一种违陷和可惜呢 其实是越生的食材 越是原汁原味 就像你以前吃过的味道 你如果说去到其他大城市 是发展得好 是当美食给你选择 但是那些味道 都是靠调味 你这些山区就是原汁原味 说起她的香味 很漂亮 自豪一个月 你不知我饭 有些我们饭 怎么饭 我只想一辈子 但真的散够够年 穿沽沽沽 做出大山 这些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我去哪里都不惯 就是喜欢响大山 就是喜欢阳山 喜欢榴梿的山清水 榴梿的空气清心 这些东西是很自豪啊 对啊 对啊 我真的为我自己 向一山长这个环境自豪 真的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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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途中 看到陈道那些师弟师妹 在上体育课 哇 你看 多开心 多开心 陈道说他那时候都是这样做体育课的 我也突然回到我二十几年前 我二十几年前 那些肥仔坐在隔壁 我猜我跑不动了 我是果亭来的 我只是等踢球而已 我等他不踢球 等他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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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这家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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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可以吃的吗? 可以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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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甜 就是这个 太老了 不好吃 可以吃的 很甜 很滑 不是黄沙的起粉 是甜厚的 很甜 不新鲜的菜 没有甜味 新鲜的内藏 用一些煮粥 这边就更直接 很有趣 这样的程度 已经太老了 就是我和陈震吃的第一个 这个是很嫩的甜 才能出现的效果 到现在的这些 比较粉 比较硬 但甜味真的不太浓 阿姐在一起 老了 你们浪费了 说明是什么 就是一吃一吃 吃 就是那一下 最佳上尾期的时间 甚至短 就是几秒钟 几秒钟 就没有了 就不好吃了 因为它本身 它混熟了 只有六、七成熟 一煮就继续 一煮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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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有点香 有点腎 但是每个人吃到口 很惹味 在它的发现方式 很香 吃肉会高很多 已经很强了 之外 每一样东西 刚刚好 很脆口的甜度 令到它爽口 很爽口 不太好 不完全用强的味道 这个是吃内藏 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 吃内藏味道不要太强 强就是什么呢 它自己没有信心 处理都不够干净 哇 这个你会很喜欢 这个位置 很爽口 清脆利落 然后呢 跟我们在外地吃的那种 那种牛排叶不同 它这种没有那么重的 调味的味道 它会轻手很多 但是依然 你也是 吃不到有异味的存在 真的会新鲜些 新鲜些 最好的内藏 调味料的味道不太强 牛箱面 这个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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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硬了 这个硬了 真的硬了 这个硬了 这个硬了 这个硬的食材 是这样的 牛杂 猪杂 等各种 特别的食材 很多地方都有 真正要独特一点的 可能是这种吃法 炆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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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麦加 你一般吃完饭 吃碗把 这个粟米加牛 嗯 很舒服 它本身有大香味 它要放入中草药 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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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火热 炆香 有那种野性的 天然的味道 但是偏偏一转 吃碗麦加 那种硬色 fur bread 写两句字 有文字 不有点比善 这个是 logistics 这个景点叫山影湖伴 看过去,我很喜欢那些山屋 在湖水倒影之中 影字很妙 我不是做比较,但只想赞美一下 这里真的有桂林游离江的那种景色 因为一条水系在山中穿行 山倒影不断投射在水影当中 还有一个位置让我更加喜欢沉于桂林的 是屋子,是人气,有人,有屋子 点缀在当中,这里是一种生活的气色 和自然风光的融合 真是想不到,来广州两三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 有一阵子这样的景致,灯下黑的 我很喜欢这里 这些真的像看小说那些古代 那些人很悠闲自得的生活状态 睡醒了,就吊一下鱼 搓一下泥鞋,看看有什么 这是什么鱼? 鱼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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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小时候箱囚是一枚小小的油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女儿在那头 陈先生 说回来 正我们的阳山里面 你看这堂景 广州多少钱都买不到 既然食物很好吃 我喜欢慢点 始终你在广州所谓的大城市 压力大很多 是的 每一看 我现在出来工作十几年 都不是停过 一直这样看 最忙的 去年 我们几个人全国走 中国大好河山走了一转 真的突然回到阳山这里 有什么感受 看回这种景致 最家乡的景致 很自愈 假的 吃饭 这里也挺舒服 摘一下笋 捉一下鸡 又有一餐了 是的 这些人生活很简单 好容易满足 你们在城市 好像自己的生活 冲冲茫茫茫的 这里的人就 悠悠闲闲的 不过 没有你们下面的人 这么多钱 是 人家人窮 不过这些人很知足 为什么 他起研究 他不用学你们这些城市 为了两餐 这么笨笨笨笨 什么 你怎么叫做 你当地人挑了 很像 这里的鱼 这里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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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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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在鱼 鱼 炒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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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脆口,香口 回转头,蟹糖这么漂亮的鸡 吃的也好吃 吃了,冬沙 哇,这只鸡很瘦 这个还不是羊山鸡 这是称将本地鸡 山庄老板,说普通话 羊山鱼书 这位是当地的陈大哥 我们的大头大哥 有什么事在这边 基本上每一道菜 就是山头附近的食材 基本上每一样都是 山丹鱼 在下面抓的 小虾 下面捞的 羊 身上羊的 鸡 身上羊的 蒜 身上野生的 然后窗户 流水散散 一堂好景 这样吃饭 相当有趣 这些都是山上养的 黑山羊 这边很多人养羊 好喝 像那些吃羊肉煸炉 有时候那些汤底 咬出来的味道 好吃 这个 鸡肉 肉肉 有意思是肉馅 它不只是肉馅 放一些胡萝卜 它会清爽 这边有很多客家的吗 这些客家人都吃了 我怪不得这些客家的食物都吃了 老板这个鸡 刚才我还要说一下 羊山称价 很本的 海白最高 但是有点瘦 它有点瘦 它这种鸡本身就长不到了 但是你别管鸡好吃 对 吃就吃玉米 喝的水都是泉水 因为羊山大部分的地鸡 都很酥 虽然瘦一点 但是吃起来有味道 有味道 它这个鸡特别香 而且皮的话 你一吃的话就特别的很爽口 爽脆 肉的话很紧 对 它不是淡淡肉 但是它很滋味 这个也是我好喜欢的 鸡皮都很爽 再吃鸡皮 鸡皮 它肉真是鸩的 但是好吃 这就是鸡皮 鸡皮 咬鸡的时候 肉甜甜的 香香的 一定是水质 是吧 嗯 淡淡 这个就是江地的笋 这些叫什么笋 这些叫什么笋 我们这边叫竹仔 甜笋 你经常说是否甜了 鸡皮 有点甜 加酸菜 腩肉 有点酸酸味 这道渣 挺爽口 尤其是喝茶 尤其是喝茶那种 感觉那种感觉 我也要塞到来 嗯 不需要摸皮 摸的啦 我经常说吃花生一样的 有种所谓的 野炊的味道 山野的味道 对对对对 但是偏偏是符合我们 广州 广府人的这种饮食习惯的味道 真的留几件事 对对对的 如果不知玩的话 是否有好玩呢 如果有个景点的话 就有两个景点 一个是广东地方 还有一个是霞天下 玻璃桥 再吃多一些 没有什么风味 山水干净 水干净 空气干净 这些会不会漂亮 对对吗 这些多好 Oppi 鸡皮 羊生很漂亮 很漂亮,但是这里还没出广东 这里是青远,这里是羊山 三十多,四十岁,第一次来这里 我觉得我自己来迟了 不过好在我来到了 不仅是景象的美食 这里有很多食材 都很有自己的味道 而这边的方式 是突显出原汁原味 港府来到的说话很适合 爱的朋友过来 其实是可以感受到 港府美食文化的特点 于是这种味道 形成了很多陈道 他们对他们说的是 家乡的味道 一份家乡的味道 林牵牦、牦牦、牦牦、牦牦 都会勾住他们的膩 或者很多很多的原因 令他们暂时未能重新 这片电筒 不向他们公众 能力 但是我相信 有这份口味的牵引 令他们的愿意 都是夺着 他们自己的愿意 夺着这份这么成狗的 羊杀的口味 最后一会记住 愿意收到一起 全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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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